8月17日,江树颖身穿小鹿肩,缩腰上衣,搭配黑色阔腿裤,现实上海,出席某活动剪裁,尽显好高跳身材,眼得粉丝频频尖叫,为今晚优雅高贵的江树颖爆灯。 在平时,江树颖和所有女生一样,喜欢精致的生活,也喜欢精致的小物件点缀生活。 又快到了爱意灰色的情人中,全世界都弥漫着爱的氛围,面对马上到来的七夕情人节。 和9月1日江树颖的生日,不知道有没有收到喜欢的小礼物什么呢? 江树颖表示,因为太忙,很少过这个节日。 一部郝先生让江树颖爆红,在剧中,江树颖饰演的将来,霸道, 昨天昨地,本来应该是观众集体唾弃的对象,没想到却奇迹般的戏粉无数。 一夜爆红,聊到最近在忙什么的时候,江树颖自爆和静东老师合作,恋爱先生刚刚杀青。 最近刚刚杀青的恋爱先生和静东老师,刚刚在葡萄时杀青了。 然后恋爱先生我们在北京拍了有四个月,这次的角色也是跟之前的好先生的将来,也是非常的不一样。 又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将来,其实挺难的,因为她这个女孩是北方姑娘,但我又是南方姑娘。 而且她有大段的台词,可能是我演到现在排词量最大的一个角色了,然后排词就非常的快。 然后跟京东老师啊,林乃文老师啊,他们都感觉厉害,所以都会有很大的压力。 而且就导演的压力啊,然后东哥也会有一些,会给你一些提一些要求和帮助,自己也会给自己一些压力。 所以每次拍戏感觉像脱了一层皮,每次拍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以后不想再演戏了,都会有这样子的,都会一开始就蛮焦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